第五十一回 富与藩云自相矛盾 以草覆木莫测机关 据说张军门的姨太太 听了藩菜馆戏载的说话 心上自存 小的刁脉棚同他们作对 将来此地万难久居 除了吃教 亦没有第二条可以抵制之法 于是等戏仔去后 商量了几天 仍把那个戏仔换来 叫他找了他娘舅 替他做了个介绍 与其进了教 自从他三家被偷被抢被罚之后 至今也有一个多月 强盗童贼杳无下落 就是被罚的三位 金珠首饰拿了进去 等到贝勒献钱去赎 到说上头不要 定要吃没他们的东西 就是被狐贵骗去的 历钱折子 本典之中 敬意不肯挂施 折子补不出 历钱亦取不到 他们一帮人急杀了 只得去求教士 幸喜这位教士 人极公正 先问他们有无别情 等到问时了 便说 地方官警察局 本是保护居民的 如今居民被盗贼所害 问他保证的何事 至于利益者被骗 立刻挂施 首饰作底 理应赎回 有断无看住的道理 于是把这事详详细细 写了一封信给刁道台 请为追究 大众见教士允为出力 方才把心放下 按下不表 其说他三家出事的那天晚上 警察局委员先到道远秉支 有三位张府上姨太太出来看戏 以致寻兵遵御捉拿道局 请示办理 刁麦鹏传御 从众事罚 以招警戒 第二天 委员把首饰搅了进去 刁麦鹏便叫收起 委员又禀两家被劫被偷情形 以及家人胡贵骗去立折各话 刁麦鹏尚未回答 恰好首线又来禀报此事 刁麦鹏道 漫藏会道 也容会饮 不打劫他们的打劫哪一个呢 虽然城乡出了道案 是老兄们的责任 但这件事 据兄弟看起来 他们两家实在是旧由自取 这两件事 老兄们能够破案 固然甚好 倘然不能破案 我本道绝技不催你们 就是他们来上控 我意要深斥的 首线同委员 与本道进来的做事 本也有点风文 听了这话 自然乐得丢在脑后了 刁麦鹏还说 立钱折子又抵不了罚款 怎么会被底下人骗去 不要是倒贴了底下人吧 这个倒要查个实在 好好用久的怎么会逃走 首先等见本道如此说法 也无话可说 只得退下 刁麦鹏便赶到张太太那里送信讨好 又说 这一下子可被我把他们弄倒了 又说 他们有几个人的当铺折子 亦被底下人骗了逃走 如今他们想住尸 要当铺里照样补给他们 这件事我兄弟却不答应 好好的底下人怎么会逃走 好好的折子怎么会失掉 这事倒要查访明白才好 张太太本来是恨这般姨太太的 听了刁麦鹏的话 甚是欢喜 立刻叫账房写信 吩咐各当铺管事 如果有人要来补利钱折子 不准补给他 叫本人来同我说 账房答应 自去照办 这里刁麦鹏有趁空 说法张太太的银子 无非又是什么织布局 肥道厂 羊竹公司 自来水公司 造纸厂 纸烟公司 有的八分利 有的七分利 有些竟还利大于本 一年就有一个顶对的 张太太相信了他 当他是好人 自不免为其所获 大捧地送到他手里 尽他去使用 如此者又是一个多月 张太太的现前早已卷光 做生意搭股份还不够 刁麦鹏便说 当铺是呆生意 不如把它抵押出去 抽出本钱来好做别的 张太太信以为真 亦就托他经手 此时姓张的资财已有二百多万 在刁麦鹏掌握之中了 一日正在衙门里 独自一人盘算 如今钱弄到手了 如何想个法子 远远地脱离此处才好 忽间外面传一封信来 说是某处教会来的 刁麦鹏一听教会二字 不免已迟一惊 即使拆开来一看 原来写的是绝好的华文 信上就是责备他 不能保卫百姓 以致盗贼充斥 暗悬不破 后来又提到 张姓妇人罚款 请以事务作底 原说准其赎还 何以备款网赎 委员恳注不付 办事书欠公允 今该付某某事等 已经归一毕教 本教会利应保护 所有某某事等 被盗被窃两岸 应请严县地方官 迅速破案 指某某事既被献款 自应准其 将事务赎去 武席斥令该委员 急于发还 事所置判 各等于 刁麦鹏看过之后 塞如一盆冷水 从头浇下 一时想不出 如何付他 一会儿又骂 这些女人真正刁恶 竟敢拿教会来压制我 想了半天 只好自己扬作不知 以其推在首线委员身上 所以杂斥他们 遵照来寒办理 寒寒呼呼 写了回信送去 教室看了 还当是倒台果不知情 下属蒙蔽上司 也是有的 于是又耽搁了半个月 仍然毫无音信 教室不免 又写信来催 岂知这半个月里头 刁麦鹏早已大票银子 运往京城 路子都已弄好 这天教室来信 恰巧这天 他接到电报 有纸赏他三品清闲 派他做了 那一国出使大臣了 刁麦鹏得了这个信 自然欢喜 但是势难两全 如今张太太一边的银子 已经全数弄到了手了 至于那些姨太太的 明的暗的意义不在少数 人贵见机 如今他们是有人保护的了 况且我目前就要到外洋去 正同他们打交道 倘若贪心不足 把名气弄坏了 反倒不好 应该放的地方 少不得也要放手 这方是大丈夫的作用 想罢便把洋人文案委员 请来斟酌了一封信 除盗贼两案 仍乐宪印尾各员 严拿承办外 所有某某事存抵守事 准其即日备驾赎回 立钱折子 亦答应不给 教室得了这封回信 自无话说 那被罚的十二仪 十五仪 十七仪 都赶着把东西赎了出去 张家当铺 早经刁麦棚言明 由他经手抵出去的了 然而案底下 仍是他掌管 说不得自认晦气 另想法子敷衍 他们大众见刁麦棚如此办法 虽然那两家一时破不了案 也就不像从前追得紧了 按下不表 但说张太太那面 听说刁麦棚出使外扬 不觉心上老大吃了一惊 心上盘算 我偌大一份家私 一起托他经手 他如今出门 多则六年 少则三年方能回来 所有他做出去的买卖 叫我同哪一个算呢 马上拆人 一面拿帖子 到到台衙门贺喜 顺便请刁大人 过来商量善后事宜 刁麦棚直至把教室回信 打发去后 方才过来 见面就说 和大嫂不用叫 兄弟也要过来了 天底下的事 静其想不到的 张太太还让他说是 出外扬一事 便说 这是朝廷以众大人 大人有这样圣卷 将来到外扬立了功回来 怕不做上书 侍郎 就是都府 也在义中 刁麦棚听说 皱了皱眉头 说道 不是这个 张太太见他气色不对 盲问 又有什么事情 刁麦棚又故意 愁愁了一会儿 方说道 这事 却也不好瞒你 如今大嫂 被外国人告了 张太太听说 他自己被外国人告了 不觉大惊失色道 我是中国人 他们是外国人 我同他井水不犯河水 他为什么要告我呢 刁麦棚道 不说明白了 不但你听了糊涂 就是我听了也诧异 这件事原是你们这里的人起的 张太太盲问 是我们这里的什么人 刁麦棚道 还有谁 就是那班搬出去的 姨太太 我倒是一片好心 帮着大嫂 拿他们分了出去 一来省大嫂怒气 二来等他们自己过活 宫中的闲也可省减些 就是这一回 他们被偷被墙 以及罚他们 也是兄弟帮着大嫂 想竭力地拿他们压倒了 免得将来生事 倘若兄弟早替他们出把力 催催献力 还会到如今不破案 不晓得他们如今 听了什么坏种的说话 一起入了外国籍 中国官管他们不着 他们有了事 倒可以来找我们的 大嫂 你想弃人不弃人 张太太道 他们入外国籍 倒入的是哪一个国度 可是你刁大人 放钦差的那个国度不是 如果是你刁大人 去的那个国度 务必拜托你大人 同他们那边皇上说了 递接他们回来 不要他们这些坏人做百姓 刁卖鹏道 他们入籍的那个国度 听说是什么南冰洋 北冰洋 也不晓得是黑水洋 洪水洋 兄弟一时在气头上 也记不清楚 总而言之 他们现在已经做了外国人 我们总不是他的对手了 张太太道 你说的可就是他们 还是另外又有什么外国人 出来告我 刁卖鹏道 刁卖鹏道 有是另外有个外国人 亦是他们串出来的 张太太道 就是告我也得有件事情 到底告我哪一桩呢 刁卖鹏道 说来话长 等我慢慢地讲 其实这件事情 我固然替大嫂出力 我代他们也不能算错 每人分给他三万吊钱的当铺利钱 就拿按年八里算 每年每人就有两千多条钱的利钱 无论如何 一尽够使得了 况且他们又有自己的梯技 还要贪心不足 串了外国人 进了外国籍 反过来告你大嫂 似乎也觉得过分 兄弟得了这个信 一直气得没有吃饭 人家来道喜 一起挡架 就赶过来通知大嫂 张太太着急问道 到底他们告我是些什么话 刁卖鹏至此方说道 告你吞没家财 驱逐夫妾 张太太道 这也奇了 我们军门留下的家财 不是我承受谁承受 至于那般东西 原是分出去的 他们令住 我何曾赶他们出门 这种说话 未免太杀欺人了 况且我做大婆的 就是果真要赶掉他们 他们也只好走 我不过背个不闲的名声吧 总说不到家当上头 刁卖鹏哈哈一笑道 大嫂 你就是误在这上头了 现在的世界 比不得从前了 从前做姨太太的 见了正太太 赛如主母 自己就同买来的丫头一样 所以太太 说打发就打发 人家不能说她不是 如今各色事 都是外国人拿权 外国人讲平等 讲平权 是没有什么大小的 你是军门身上下来的人 他们亦是军门身上下来的人 同事一样的人 就不分什么高下 有一个钱 大家就得三一三十一平分 如此方无话说 倘若你一个人多拿了 他们少拿了 就可以说话的 就可以请出宋师来 同你打官司的 总得大家扯云才好 张太太道 我是中国人 我不懂得什么外国理性 刁大人 你亦是中国官 你为什么不拿 中国的例子搏他呢 刁麦鹏道 我欣赏何尝不是如此想 但是我这个官 没有这个权柄 可以管的他们 张太太道 你刁大人既没有 这权柄管他们 等他来的时候 不理他就是了 他们能够拿你怎么样 刁麦鹏道 我不理 他们要到南阳 两江质台那里去的 两江质台不理 他们还会到外务部 这两处只要一处管了账 我们总没有便宜占的 张太太道 依你说怎么样 可是要我把家准拿出来 分派给他们 还是拿我赶出去 请他们回来住 不然怎么样呢 说着就急得哭起来了 刁麦鹏道 大嫂 你且慢着 不要发急 他们如此说 我不得不过来 竖给你听 少不得 我总要替你想法子 就是我自己 没有权柄 管理外国人 也总要挽出人来 替你们和谐的 说吧 一旧告辞回去 张太太还想留住她 托她想法子 刁麦鹏道 我在心上 比你大嫂还要着急 就是你不托我 我亦要替你想法子的 不然 我怎么对得住大哥呢 兄弟自从接到电报 放钦差 忙得连回电都没有打 木下实在没有功夫 等兄弟回去打好主意 明天再来 同大嫂商量吧 说完自去 张太太等她去后 心上自己盘算说 刁某人每逢来在这里 何等谦和 替我做事 何等忠心 怎的今天变了样子 难道放了钦差 立刻架子就大起来吗 如此 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朋友了 转念一想 我这份家私 一起在她手里 如今要同外国人打交道 除了她没有第二个 况且她本来是这里的倒台 如今又放了钦差 说出去的话 外国人 无论如何 总得顾她一点面子 我如今是没脚的蟹 赛如瞎子一样 除了人 一步不能行 无奈 只得耐定了性 靠在她一个人身上的了 按下张太太自己打主意 不提 且说 刁麦棚回到衙门 一面又要忙交谢 一面又要预备 进京必见 一刹时 又是外国人来拜 一会儿又要出门谢布 一会儿又是哪里有信来 有电报来 一会儿忙着回那里信 那里电报 真正忙得 习不暇暖 人养马翻 少不得每天 总要抽出空来 到张公馆坐上五分钟 或是三分钟 太太见了面 顶住问她怎么样 刁麦棚无非一派恫吓之词 张太太又问 如何对付他们 刁麦棚只是一口咬定 一个钱不能给他们的 其仙太太听了 又把刁大人当作忠心朋友 自己怪自己那天 几乎错怪了她 几至一连几天 刁麦棚来了几次 都是这个说法 急至问她 照此下去几时可了 刁麦棚皱着眉头 说道 若是不给钱 要他们了 可是不容易呢 张太太说 刁大人 你是快走的人了 不趁在你手里 把事早点了结 到了后任手里 叫我去找谁呢 刁麦棚皱道 刁麦棚皱道 昨省城里已有信赖 派来属世的这位后捕道 我也同他见过面的 等我见了他 极力托他 就是了 张太太一听 事情不妙 联盟拿话 顶住刁麦棚道 一定要在刁大人手里了结 刁麦棚隐约其词 似乎嫌张太太一个钱不肯放松 这事总不会了 张太太却一口咬定 要我往外拿钱 可是不能 刁麦棚见话说不上去 只得另外打主意 当时辞了出来 回到衙门 奇巧 有个保人寿的洋人 因在南京 得到刁麦棚放钦差的消息 就有刁麦棚的朋友 替这洋人写了封信 叫他到吴湖来兜揽生意 刁麦棚看朋友的份上 少不得自要照顾他些买卖 恰巧这日正从张公馆回来 想不出一个哄骗张太太的法子 等到见了洋人 忽然有处思通便道 你这趟调远的跑来 总得替你多拉几柱买卖才好 洋人自然欢喜 刁麦棚便说 我有一个朋友姓张 家里很有家私 我见你到他家里去 但是我这个朋友 只有女眷在家 你先到那里 不必同他们说什么 停个等我到来 由我替你拉拢 自然一说成功 洋人更为感激不尽 立刻问明方向 独自先去 刁麦棚一根手 坐了轿子赶来 洋人先到那里 虽有翻译 因为刁大人交代过 叫他不要说什么 他只得不详 不过门上见是洋人 问哪里来的 只回了声道里来的 门上人听说是道里来的 摸不着头脑 只得请他听上坐了再讲 一面泡茶 一面进去抱之女主人 张太太听了 只当是告他的那个外国人 抄家当来了 吓得什么似的 连连说道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你们快去 先把刁大人请来 等他想个法子 先把洋人弄走了才好 家人奉命 飞跑赶去 走到半路上 奇巧 刁大人也来了 刁麦棚轿子里看见 先说道 我正要到你们太太这里来 现在可是外国人来了 家人道 正是 刁麦棚催教夫快走 赶到张公馆下轿 走进大厅 先向洋人拉手 说了声 这里的事 一起包在我兄弟身上 其实你也无需来的 洋人由翻译传话说道 我是要来 我是要来 刁麦棚未曾下轿 那个请他的家人 早已赶快一步 回到家里 禀报太太知道 说 刁大人听说洋人在死 已经赶了来了 等到刁大人下轿到厅上 同洋人说的话 张太太早已赶出来 在平门背后 听得清清楚楚 一听他俩所说的话 洋人说 我要来 刁大人说 你的诗一起包在我身上这两句 再要合拍没有 竟是为着打官司来的 张太太不听则已 听了之时 等使魂飞天外 面上失色 说时迟 那时快 刁麦棚向洋人 说完了两句话 立刻起身到后头来 一见张太太泪流满面 一句话也说不出 刁麦棚道 此处不便 我们到里头去讲 果然张太太跟刁麦棚道的里面 张太太一把眼泪哭着说道 别的话不必讲 自从军门去世之后 我这里一家一当 都在你刁大人手里 围巾之计 弄到这个样子 你刁大人不来救我 更指望谁来救我呢 说吧 跪在地下不肯起来 刁麦棚一面让他起 一面故意做出 唉声叹气的样子 说 这是怎么好 这是怎么好 叫我怎么对得起 死的大哥 一个人在课堂里 打了几个炫身 又出来同外人 七七扎扎了一会儿 不见洋人走 他又进来 同张太太说道 如今之际 只有一个法子 少不得 我要被人家说 我不必闲罢了 张太太一听 有法子好想 立刻问他是什么法子 刁麦棚想要说出口 又顿住了不说 道 到底不变 到底被人家说起来 不好听 只得另外打主意 张太太看他 又有不肯之意 不免又把眉毛促起来 只见刁麦棚又在地下 选了两三遍 把牙齿摇摇紧 说道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为朋友 指得如此 我为了朋友 就是被人家说我什么 我究竟自己问心无愧 旁人看他自言自语 坐立不定 都莫知其所以然 大家正在愣住的时候 忽然听着他说道 大嫂 现在洋人不肯走 兄弟只有一个法子 等我去同洋人说 说大嫂现在胜得有限家当 其余的 因为替军门还亏空 早已全数抵押出去了 他若问抵押给哪个 你只说我经手 但是口说无凭 你快叫账房 立刻写好几张抵押句 随便写抵给张三李四都可以 有你画了花丫 交代给我 洋人不相信 我就拿这个给他看 我替你经手 连当铺连钱 连银子 一共是267万 你就照这个数目写给我 可好不好 毕竟张太太是女流之辈 听了此话 马上就叫自己的账房上来照写 不料这账房倒是有点忠心的 近来因见雕麦棚的行为很绝不对 平时已在女主人面前 叙过过多次 无奈女主人不听她话 也叫无可奈何 此时又叫她出力凭据 她便两眼憋傻憋傻地顶住了雕麦棚 一声不响 后来女主人又催她 账房只是不写 雕麦棚何等经名 早已猜着其中用意 盲道 贵居庭这一份家当 一起都在我一人身上 我如今是要出洋的人了 说不定十年八年放得回来 正要找个人交谢了好走 像老兄办事这样郑重 实在可靠得很 倒不如趁今天 我们做个交代吧 雕麦棚一面说 面上却是笑嘻嘻的 张太太看了不懂 只是催账房快写 写好了就交代雕大人 那帐房想了一会儿 叹了一口气 提起笔来 一气写完 有些话头怕自己写得不合适 只得随时请教雕大人 雕麦棚尽他啃写 也就不刁难他了 等到写完 又逐句讲给张太太听过 催着张太太画过字 雕麦棚道 你们不要疑心我要这个 不过给外国人瞧过就拿回来的 说着便把笔句绣了出去 又同洋人咕弄了一会儿 洋人同他拉了手 带了翻译字去 雕麦棚果然来把笔句 交还了张太太 叫了声大嫂 这个东西果然有用 把这东西给洋人看过 居然一声不响就去了 大嫂 你暂请收好了这个 等洋人要看时 我再来问你讨 张太太道 这又何必给我呢 雕大人收着不是一样 雕大人道 不可不可 人家要疑心我吞没你的家当的 列位看官看到此处 以为雕麦棚拿笔句交还与张太太 一定又是从前 聘葛道运杂子的手段来 岂之并不如此 他用的乃是欲擒姑纵之意 葛道运的事情关系蒋府台 出入甚重 所以不得不把杂子调换下来 张太太这里 杭树期她是女流之辈 瓮中捉鳖 是在我手掌之中 不过想做的八面玲珑 一时破不了岸 当她摆脱身子到了外洋 张太太从哪里去找她呢 所以她当下把笔句交代之后 扔回自己的衙门 同饱受险的洋人 鬼混了一阵 只说是张太太一定不肯饱 洋人无可如何 只好听之 她去又耽搁了两三天 一直不到张公馆 毕竟张太太放心不下 叫人去请 推透有公事 张太太少不得自己亲来 刁麦鹏见面之后只说 你大嫂之事不了自了 包你那个外国人是不来的了 就是你们那般姨太太 小的官司打不出 也一起扁了念头了 这两天 我倒替你很放心很快活 你自己急的哪一门 张太太道 我所急的非为别事 有你刁大人在这里一天 我自然放心 是或你刁大人动身之后 那外国人又来找起我来 却如何是好呢 刁麦鹏听了此言 故意 哎哟一声 爹族愁愁道 这一层 我倒没有绿道 到底你大嫂心细 然而锯我看起来 不要紧 横竖你给我的那张 抵押锯在你手里 你拿出来给它看就是了 张太太道 这张锯应该是你拿着的 不应该在我手里 刁麦鹏道 我拿着不妥 一来你大嫂虽不疑心道我 我也要防别人说话 二来 我把这笔锯带了出洋 等到洋人来了 还是没得给他看 如今这事 没有别法想 只有你把那张假笔锯拿出来 等我替你上个饼帖给上头 预先存个案 再结结实实地 找上两个中人 就是我出洋去 有中人替我说话 尤其是来 只要中人出场 洋人自然不来找你的了 张太太的笔句是带好了来的 马上交出 又问中人是谁 刁麦鹏屈指一算 后任明天好到 便约张太太三天回音 张太太自回公馆 这里刁麦鹏等到后任接了印 便向后任说 从前在此地 住的有一位张军门 如今死了 他的家眷 因为军门去世之后 官亏私亏 共有二百多万 一起托兄弟替他经手 把家产抵还清楚 现在分文不欠 恐怕再有人讹他 所以托兄弟替他禀名上头 并在道县各衙存案 以免后论 兄弟是因交谢 未曾赶得半离此事 现在只好费老兄的心了 说吧 便把替张太太带你的饼帖 以及抵押具 还有捏造的人家还来的借具 一起超瞻饼帖 请后任过目 后任因为他是钦差 上头圣倦幽龙 将来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 所以与他为的是 绝无推卸 赶着签稿并送 第二天就降了出去 诸事半妥 方才到张太太那里报信 上头的批评来不及 只好拿了道县的批头 给张太太看 又讲给张太太的听到 现在你生怕我走了 没有对证 如今好了 道理县里一起存了案 又丙了省里三大县 将来没有不准的 不过批饼一时还不得回来 将来饼帖批过之后 心道太少不得要来招呼你的 而且道理县里都存了案 他俩就是活对正 他们走后 就是后人换了 有案卷存在他们衙门里 终究赖不脱的 如今这事办得万妥万当 人家只晓得 是你抵押到我名下 那洋人绝其不会来找你的了 就是再有话说 不要你出头 道理县里就会替你出头的 你说好不好 张太太又问那张笔句 刁麦鹏道 啊附在圈里 你也不拿我也不拿 是中人替我们守着 那是再要妥当没有 张太太默然不语 刁麦鹏又忙着说 现在我就要走了 倒是我经手的账 总要交代了才好走 一切生意都是我手里放出去的 一时又收不回来 少不得找个靠得住的人 接我的手 说着便喊一声 来你们把七大人请进来 又回头对张太太说 这是我的堂房兄弟 就是上头建给你在上海管事情的 我去了 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 如今先叫他进来 见见大嫂 以后有什么事情 大嫂就好当面交代他了 说着 七大人进来了 穿的衣服 并不像什么大人老爷 简直由头光棍一样 张太太的此时 迫于刁麦鹏面子 只得同他见礼 刁麦鹏道 我这兄弟只能总其大纲 而且他一个人一来不及 现在兄弟 又把上司问大嫂 要去的几个拆官留心查看 见他们办事都还老练 我特地挑了又挑 挑出七八个真正尖子 急出大声音 每一处派他们一个 去管理银钱账目 张太太道 他们字都不认得 当得了吗 刁麦鹏道 为的是自己人 无论如何总靠得住些 就是字不认得 数目是总认得的 因为不够 又把本宅的账房 一起派了出去 刁麦鹏一面分派 一面又叫拿笔宴 把他经手的生意 以及献派某人管理某事 扔托本宅账房 拿张八行书 开了一篇戏账 交代了张太太 自从张太太请她 经手这些银钱 某处生意 某处生意 不过嘴里说得好听 始终没进一张合同 一张股票 一个西折 大约现写的这片账 在她就算是交代的了 好在张太太是女流之辈 紧直由她哄骗 至于一般账房 一般拆管 因见大家都派了事情 也就不来多嘴了 交代清楚 刁麦鹏便跪下磕头辞行 赵丽又叮嘱了几句 张太太少不得 也说几句客套话 然后刁麦鹏拱了拱手 带着兄弟而去 且说刁麦鹏的兄弟 就是上回所说的 做私场的党首 刁麦昆了 这人最是划不过 但是刁麦鹏有些事情 自己不能去做 总是拖了这兄弟去做 兄弟有利可图 倒也服服帖帖 听他的使欢 做他的联手 这早刁麦鹏 赚了姓张的 二百几十万银子 自己实实在在 有二百万上腰 下雨几十万 这里五万 那里三万 生意却也搭得不少 其中就算 这兄弟经手的私场 略为大些 当初原位 遮人耳目起见 不得不如此 等到后来张太太 把抵押的凭据 禀了上头 存了案 她却无所顾忌了 但是还怕兄弟 冰得张太太手下 一般旧人 说出他的底细 特地替兄弟 捐了一个倒汰 一面在上海管事 一面候选 其他张府 账房 拆棺等等 凑拢不过十几个 面子上 每人替他 预留一个位置 其实早从党首说明 派的都是 吃粮不管事的事情 没有一个拿得全的 不过薪水 总比在张府时 略为丰润 这般人有钱好赚 水肯再来多嘴 歇上三五个月 有另外溅出去的 也有因为 多支薪水歇掉的 总之不到一年 这般人一起走光 张太太还毫无知晓 等到张太太拿不到力钱 着急写信到上海来追讨 刁麦坤总给她一个含糊 后来张太太急了 自己赶到上海来 东大厅也是刁家产业 西大厅也是刁家股份 竟没有一个小的 是姓张的资本 至于赶到私长里 找刁麦坤 说是进京投共去了 问问那般旧人 都说不知道 张太太又气又急 只得住了下来 虽然没有赶她 却也没有踩她 自己又是女流之辈 身旁没有一个得力的人 干急了两个月 心想只得先回吴湖 再做道理 谁知看了日子 写了船票 正代动身 倒说忽然生起病来 张太太次到上海 一直就住的全安站 一病病了二十来天 在吴湖来的时候 本来带的钱不多 以为到了上海 无论哪一柱立钱收到手 总可够用 谁知东也碰钉子 西也碰钉子 一个钱没弄到 而且还受了许多嫌弃 等到想要回去 原带来的钱 早已没用了 还亏当了一只金镯子 才写的船票 后来病了二十几天 当的钱又用的一文不剩 上海无从设法 无奈只得叫同来的底下人 写信回家取了钱来 然后离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 刁麦昆的信也来了 说是 刚从北京回来 大嫂已经动身 兄弟不在上海 诸多简谢 但是通篇并无一句 提到生意之事 张太太又赶了信去 问她本钱怎么样 历钱怎么样 她一封信回来 净推得干干净净 说 上海私厂 以及各项生意 原是军家雇物 自从某年某月 由大嫂抵语家兄职业 彼此早已割绝清楚 如不相信 现有大嫂在五湖道现存的案 并前属五湖道 深祥三县公文为据 尽可就近一茬 岂能欺骗各等语 信后又说 大嫂躺音一时缺乏 朋友 原有通才之意 随家兄 奉使外扬 帝意应得尽力 唯以抵触之款 由父任意纠缠 心存影射 帝虽愚昧 一段不敢奉拿 早已抵到刁钦差名下 由他存案为凭 巨石批斥不准 张太太心不服 又到省里上控 省里叫五湖道查复 这个档口 刁麦坤早已得信 马上一个电报给他哥 他哥就从外扬一个电报 给五湖道 说明存案之事 认你是谁做了五湖道 只有八戒活钦差 断无八戒死君门之理 因此张太太又几二连三碰了几个钉子 不但外头放的钱 一个弄不回来 就是手里的鱼滋 也渐渐地消归乌有 因此一气一急 又生了一场病 就此竟呜呼哀哉了 一切成练发丧 不用细数 但说刁麦坤在外扬 得了这个消息 心上虽是快活 然而还有一句说话道 他那所房屋极好 我很中意 现在不晓得 便宜了谁了 作书人做到此处 不得不把姓刁的权势割起 但说姓张的家里 自从郑太太去世 家里只留了三个寡妇一太太 此时宫中虽然无钱 幸亏他三人还有些梯脊 拿出来便便卖卖 上堪过活 而且住着一所绝好的大房子 上头又没有了管头 因此以后的日子 倒也甚为安稳 有日在家里 正为张军们 过世整整三足年 特地请了一班和尚 在厅上拜颤 就把他夫妇二人的牌位 用黄纸写了 供在居中 以便上祭 这日约莫五排时分 三位姨太太 正穿了素衣上来哭店 正在哀哀痛哭之时 忽然外面跑进一个 三十多岁的男人进来 这人是个瘦长条子 面孔雪白 高眉大眼 仪表甚是不俗 虽是便意 去也是蓝凝稠袍子 天青断马挂 脚底下坟底乌靴 看上去很像个做官模样 家人们见他一直闯了进来 又想蓝又不敢蓝 便问 老爷是哪里来的 请旁边客厅上坐 那个人也不急回答 但见他三步并坐两步 只走至供桌前跪倒 放声痛哭 哭个不了 一面哭 一面跌脚垂胸 自己口称 儿子不孝 不能来送你老人家的钟 叫我怎么对得住你呢 一面鼠说 一面还是哭个不了 众人听了他的声音 都为奇怪 暗响 我们军门 哪里来的这个大儿子 但是看他哭得如此伤心 又不敢疑他是假 只得急急将他劝住 问他一向在哪里 几时来到此地 他擦了擦眼泪 一见有三个穿速的女人 小的便是三位老姨太太 立刻趴在地下 磕了三个头 口称姨娘 行李起来归座 不等众人开口 他先说道 我今日来到这里 我若不把话说明 你们一定要奇怪 我的母亲刘氏 原是老人家头一位姨太太 彼时老人家还在五湖带兵 有天听了朋友一句玩话 历时三刻逼我母亲出去 一刻不能相容 其实我母亲已担了两个月的身孕 老人家并没有小的 亏得我母家 彼时手里光景还好 便把咱老娘接到长沙同住 后来等我养了下来 狠写过几封信给老人家 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 后来等到我七八岁上 忽然老人家想到没儿子的苦 不知哪位小的我母子的下落 便在老人家面前点了两句 听说老人家着实懊悔 不过此时老人家已经得缺 孔昭悟意没有感认 然而却是常常托人带信 问我们母子光景如何 后来又过了十几年 老人家已补兽提督 我的母亲已去世 其实我已有二十多岁了 好容易找到从前 坐廊山镇的皇军们 晓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 我就去找他把话说明 托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设法 皇军们就留我住在他衙门里 后来又带我到镇江 见过老人家一面 彼时正义蓄取这一位姨母 原说是没有儿子的 所以仍旧不敢认 我回家再三托皇军门替我位置 以后每年总寄两回银子给我 每次三百两 一年六百两 取亲的那一年又多寄了一千两 都是皇军门转交的 又过了三四年 皇军门奉旨到四川都办军务 就把我带了过去 其实我已经保到都司牙后补守备 在四川住了五个年头 接连同土匪打了两回胜仗 总算官运还好 一保保到副将贤后补游击 这个档口 想不到皇军门去世 幸亏接手的人 很把我看得起 倒分给我四个迎头 叫我捅带进来 几年家里的情形 除掉老人家告病 及老人家去世 我是知道的 但是相隔好几千里 又恐怕家里大娘不肯认我 所以一直连封信都不敢写 如今是有差事过来 到了汉口 碰见皇军门的大少爷 才晓得这边的事 心上惦记着 这边父母同已去世 不晓得家里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特地赶过来看看 原来家里还有三位姨娘料理家务 那是极好的了 这一番话 说的三位姨太太将信将疑 大姨太太年纪最大 小的就是 知道张军门是有这么一位姓刘的姨太太 为了不好赶出去的 后无下落 一从未见军门提过 至于儿子更是毫无影响了 那人见三位姨太太 郑住不响 晓得他们建议 盲从靴子里取出一达子信来 一面翻信 一面说道 我的名字叫国筑 还是那年皇军门要替我谋宝举 写信给老人家 叫老人家替我提个名字 后来回信 就提了这国筑二字 这里还有老人家亲笔信为凭 不是我可以造得来的 而且我还有一句话 要预先剖名 我现在也是四十岁的人了 功名也有了 老婆也娶了 儿子也养了 有现成的差事当着 手里还混得过 绝不要一心 我是想家当来的 一面又叫跟班的 把护书拿来 取出好几件公事 据他说 全是德宝举的凭据 上头都有他的名字 翻出来给人瞧 三位姨太太瞧了 一似懂非懂的 当时大家便问他 吃饭没有 他说 一到这里才落了站 没有吃饭就赶了来的 又说 我是自己人 不用你们张罗 我也用不着客气 至于我到此 只能耽搁几天 找和尚拜两天颤 灵就要停在哪里 你们灵我去磕一个头 事情完了 我就要走的 虽然说得如此冠冕 人家总不免疑心 他自己一懂的 赶忙吃过饭 回到狱处 取出一张五千银子的银票来 仍回到公馆里来 拖这边账房里 替他到庄上去换银子 银子换到 马上交出三百银 作为拜颤上纪之用 慢慢地又同三位姨娘 讲到家里的日子 小的宫中一个钱都没有 三位姨娘都是自吃自的 便说 我这回银子带的不多 回来先拿五千银子过来 以备宫中之用 至于三位姨娘缺钱使用 等我写信往四川 再汇过来 人家见他用钱用得如此慷慨 终究狐疑不定 大姨太太私下便出主意 说 她躺是真的 而且做了这么大的官 很可以叫他 很可以叫他去出树场 到道里县里去拜望拜望 人家儿子养在外头 等到大了再回来 归宗的很多 是真是假 等他到外头碰碰去再说 如是假的 他一定不敢去见 逐一打定 趁控便同他说了 谁知他听了此言 非但不怕 而且甚喜 说道 我是老人家的儿子 这些地方 极应该去的 虽说儿子养在外头 长大之后归宗的很多 但是说出去 终不免叫人疑心 我想总求这边遗酿 先派个在行底下人 跟了我同去 等投铁的时候 悟先把话说明 人家便不疑心了 等到拜过之后 我还要重新替老人家开吊嘞 到了第二天 果然张公馆里 派了两名家丁 一名差官 过来伺候少大人拜客 道里 县里 营里 通通是新患的官 自从张军们过世之后 家里又没有人 从官场上来往 大众都不晓得他的底细 更乐得借此蒙混过去 只有几家土著的老乡绅 还有往年同张府上 来往的几家铺户 如钱庄票号等类 见货有两家 留心到张军门 并无儿子一层 等到家人把话说明 一来事不甘己 二来此时张府早已衰败 久已彼此无赦 因此犯不着钱来多事 等到客人拜完 家里人没有了疑心 便让他家里来住 奇巧这位吴胡道 是个老古板 因为张军门从前 很有点名声 因此与这张大少爷 来拜时 立刻请见 并且第三天就来回拜 见面之后 问长问短 张国柱并不隐瞒 竟说明自己是 先君弃妾所生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此时先父母停就未葬 还有三位树母光景 甚是拮据 说不得都是小植之事 又说 小植在外头带兵几年 从前先君在日 常常寄钱给小植使用 如今先君一死 却再想不到他老人家 有许多官窥私窥 以致把家产全数抵完 此时还是从前叼老伯经手 各衙门都有存案 料想老伯是晓得的 如今生养死葬一应大事 无论小植有钱没钱 事情总是要做 紧着小植的力量去办便聊 吴胡道道 尊大人杰祖归来 听说总共有好几百万 即使底调不少 看来身后之需 或不致过于解决 就是几位老姨太太手里 量想还可过的 再不然 这所房子 一只的十多万银 国筑道 无论先君有无遗迹 总之 这些事情 在小植都是义不容辞的 况且 并不能是汤药 死不能是寒恋 已经是不可为子 不可为人 如今再来搜刮老人家的遗产 小植还算个人吗 所以小植一回来 先取五千斤存在宫中 以备各项用度 下去所缺若干 再到四川去会 我说宫中无钱 就是有钱 小植一绝计分文不动 至于卖房子一句话 更非忍言 一番话 竟说得无胡道 大为佩服 连连夸说 像师兄这样天性独厚 能顾大局 真是难得 又问 师兄少年 料想读的书不少 张国柱回称 还是在黄仲杰 黄军门士书那里 读过几年书 经书古文 通通读过 无胡道道 我猜师兄一定是有学问的 若是没有读过书 绝技不懂的这些大道理 书完又连夸奖 自此 张国柱有了无胡道 认他为张军门之子 而且异常看重 自然别人更无话说了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